词曲 李宗盛 他接待陌生人传道 还被人迷惑去信人了 他明白圣经 怎么就受了人的迷惑呢 是 真是不可思的 是 谁受迷惑 他不该受迷惑 是 我跟徐长老这些年 常常在一起研读圣经 还各处传福音建立教会 一起释放主 方方语语都走过来了 徐长老是个好弟兄 我不能也看着他走错路啊 是 得把徐长老劝过来 对对 徐长老威望这么高 他要是信了东方神殿 他可是几个地区教会的大带领 手底下可带着十几万信徒 现在 陈红霖已经跟着他信了 陈红霖怎么也信了 万一这些人都跟着他走了 咱们教会得受多大损失啊 是啊 咱们得想想办法啊 这可麻烦啊 是啊 这后果太严重了 徐长老有思想有主见 他能接受东方闪电 这可不是简单事 东方闪电很可能有圣灵做工 或者有新亮光 咱们应该跟他交通交通 看看他是因为什么接受东方闪电 咱们也好考察考察 考察什么呀 东方闪电信的是人 这还用考察吗 对啊 咱们就跟他辩论辩论 你明白圣经为啥去信人 就是 看他怎么交代 对 我就是要问问他 你为什么去信人 这是不是背叛主耶稣 就是 如果他不听劝阻 不回头 咱们就开除他 他如果还拉咱们的人 偷咱们的羊 咱们就报警 对 报警 报警 这不合适吧 这有啥不合适的 羊都被他拉走了 就是 你还是太年轻 考虑事情简单了 现在最关键的 是怎样把徐长老挽救回来 是 不过这事 咱们不能操之过急 先看看他到底是什么观点 徐长老 我还有个问题不明白 主耶稣应许说 我去原是为你们预备地方去 我若去为你们预备了地方 就必再来接你们到我那里去 是 我在那里 叫你们也在那里 阿们 主耶稣复活升天 是给我们预备地方去了 那主给我们预备的地方 肯定是在天上啊 是 如果主真回来了 就应该直接把我们踢进天国 阿们 我们现在还在地上 也没有被提啊 是 你们说主回来了 这我就想不通了 对呀 既然主回来了 我们怎么还在地上呢 就是 你说主回来了 但我们还在地上没有被提 怎么能证明主回来了呢 是 你们讲的明显不符合圣经 对呀 对呀 主耶稣复活升天以后 是为我们预备地方去了 但你知道主怎么预备地方吗 预备地方该做哪些工作呀 对呀 你敢确定主给人预备的地方 就是让人活着进入天堂吗 或者死了进入灵界吗 宗教界很多人都在盼着 主来直接被提进天国 但人想过没有啊 天国到底在哪里啊 迎接到主的人被提到哪儿啊 那当然是提到空中与主相遇了 没错 是 真是这样吗 人在空中怎么生活呀 对呀 一个属肉体的人被提到空中还能活吗 那是提到天堂去了 对 对 天堂灵界是啥地方啊 那是人死后的去处啊 是啊 那人认为进天国就是被提到空中 这不纯属人的观念想象吗 那我们是被提到哪儿呢 咱们把建天国的事 愿你的国降临 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 如同行在天上 还有启示录预言 世上的国成了我主和主基督的国 他要做王直到永永远远 这些人是从大患难中出来的 曾用羔羊的血把衣裳洗白净了 这些人未曾沾染妇女 他们原是同身 羔羊无论往哪里去 他们都跟随他 他们是从人间买来的 做初熟的果子 归于神和羔羊 主的话说得多明白啊 世上的国成了我主和主基督的国 那你们说天国在哪儿啊 世上的国 那是在地上 对啊 主来在地上 那天国就在地上 对啊 主在哪里 天国就在哪里啊 主给预备地方去了 主要是给神的选民 在地上预备出生的家庭 预备合适的背景 以及迎接主赴言习的机会 所以啊 神的选民生在什么地方 在什么背景里接受神的做工 这都是神预定好的 是啊 那主说的 我在那里 叫你们也在那里 这话是什么意思呢 现在啊 主成为人子 来到地上 所以我们作为神的选民 也在漠视降生 来在地上 接受神的做工拯救 这就是主给预备地方的意思 预备地方是这意思啊 这还有奥秘呢 是啊 现在啊 主回来了 正在做漠视的审判工作 已经得到了一班人 来扩展神的福音 神的国度 可见啊 神的国度 已经出现在地上了 阿们 等到大灾难结束 属撒旦的国被彻底毁灭了 抵挡神的一切邪恶势力 也都被毁灭了 基督的国度 就实现在地上了 是啊 这么说对啊 完全合不圣经啊 是啊 这启示录 我都不知看了多少遍了 今天我才明白 这预言是指啥说的 是 感谢神 这天国不应该在天上吗 这咋又说在地上了呢 是啊 我也没明白 王长老 刘子妹 咱们天天抵制防范东方闪电 他们明明信的是一个人 你们怎么还能去听他们的道呢 就是啊 真是糊涂 是啊 我今天召集你们 就是为了挽救徐长老 无论如何 也要把他拉回来 对 在这件事上 我们必须立场坚定 绝不能受他们的迷惑 对 是 程牧师 你想把徐宗恩拉回来 这恐怕是不行了 我听他们读了一些全能神的话 的确很有亮光啊 把圣经中一些奥秘都揭开了 是 我听全能神的说话 有点熟悉的感觉 像是主耶稣的说话一样 有权柄 有能力 完全合乎圣经啊 原来咱们以为 他们不看圣经 将圣经否认了 其实不是这样啊 人家对圣经领受得更纯正 人家认为 全能神的话 是神现实的说话 是神默示的做工 是 如果全能神的话真是出于圣灵的 是圣灵向众教会的说话 那咱们不考察 是不是失误啊 真要错过迎接主来的机会 那受亏损的可是咱们自己啊 全能神的话 不可能是圣灵的发生说话 就是 就是 对 即使是出于圣灵的 那跟主回来也没有关系 对 对 如果主真的回来了 圣灵应该先启示咱们 对 就是 咱们是牧师长老 主偏系谁 也不会偏系咱们 阿们 他们不是牧师长老 不可能先得到圣灵的做工 对 对呀 主回来了 牧师长老得先知道啊 是 现在牧师长老都不知道 他们信的肯定是假的 就是 就是啊 徐长老那么有领受能力 可不是随便能接受东方闪电的 是 他肯定是读了不少全能神的话 受到启发 觉得是听见了神的声音 才接受全能神的 我们要想确定 徐长老是不是受迷惑 就得多读读全能神的话 看是不是真理才能确定 你刚刚说 主来就应该先启示牧师长老 这话不对 当初主耶稣来的时候 也没启示祭祀长 文士法利塞人呢 是啊 主向谁显现不是根据人地位的高地 当初跟随主耶稣的人 不都是些普通的人吗 主是不会偏待人的 谁敬行等候 谁认得主的声音 谁就能迎接到主 我们不一直在敬行等候主来吗 如果主真回来了 肯定不会撇弃我们的 是 我们信主的人 都在敬行等候主的再来 都觉得主偏弃谁 也不会偏弃自己 但事实真能像我们想象的一样吗 主到底先向谁显现 这谁也说不清 但主做事最有智慧 主耶稣说 半夜有人喊着说 新郎来了 你们出来迎接他 看哪 我站在门外叩门 若有听见我声音就开门的 我要进到他那里去 我与他 他与我一同作息 主的话告诉我们 若有人见证主回来了 听见主在门外叩门 就应该迎接他 就该考察 不能一味地傻等 现在啊 圣灵的发声说话 正在见证主回来了 这正是主向我们叩门呢 是啊 我们如果不主动地寻找考察 这容易失去迎接主的机会 寻找什么 上哪找 就是 主怎么来都在圣经里 守住圣经就对了 没错 经上不是告诉我们了吗 那时若有人对你们说 基督在这里 或说基督在那里 你们不要信 阿们 莫氏要有假基督出现 到处迷惑人 你们在哪个教会信主 就在哪个教会守着等候 这就对了 对 对 陈牧师说的对 我们守住圣经就对了 不用出去寻求考察了 对 再拿信就再拿守 是啊 是 守住就要守着等候 是什么 对啊 这样子守着就行 徐长老 大伙都在呢 徐长老来了 来了好啊 来 坐 好 我接受东方闪电的事 大家都知道了吧 我今天来啊 正想跟大家谈谈这个事 谈什么谈 你信东方闪电都背叛主了 你不赶紧向主认罪 还想迷惑我们 就是 就是 都是主的弟兄 有话好好说 宋文 我知道 你信东方闪电 是一时受了迷惑 我们不责怪你 你还是咱们教会的长老 你啥时候回来 我们都欢迎 是啊 虽然你信东方闪电走了一段弯路 但咱们教会不纪念 也不开除 你啊 赶紧回头吧 咱们还跟以往一样 一起传福音 侍奉主 是啊 牧师都是为你好啊 赶紧回头吧 是啊 陈牧师 我接受东方闪电 也是经过一段时间的考察 我读了很多全能神的话 越读心里越亮灯 把我信主多年的困惑 还有圣经里的许多奥秘 都解开了 我感觉 这就是圣灵向众教会的 发声说话 凡有耳的就应当听啊 是啊 所以这些日子 我心里一直有负担 务必得把我的收获 我的看见 跟你们都交通交通 让你们也都来考察 全能神的说话 就是主耶稣再来的发声啊 我迎接到主了 得先把这好消息告诉你们啊 徐晏长老 你明白圣经啊 东方闪电明明信的是一个人 你怎么能听出来 是神的声音呢 就是啊 你不知道他们信的是一个人吗 你要是信了一个人 走错了路 那你信主这些年 不就白信了吗 是啊 太可惜了 我们都为你担心哪 堂长老说得太对了 你接触东方闪电 是信了一个人 这是背叛主耶稣 对 你是犯了大错误了 是啊 那咱们信的主耶稣 他不也是一个人吗 但他是基督 是神自己 谁又能认识呢 所以主耶稣多次问他的门徒 你们说我是谁 有的人说他是老师 有的人说他是医生 还有的人说他是先知 只有彼得说 你是基督 主耶稣怎么说的 这是圣灵指示的 如果不是圣灵指示 没有人能认出 主耶稣是神的显现了 当初 法利塞人都定罪主耶稣 都说 主耶稣是拿撒勒人 是木匠的儿子 所以许多人 把信基督看成是信人 这事就太正常不过了 现在中共也在 定罪东方闪电 宗教界也在 定罪东方闪电 都说他们信的是一个人 不是神 你们如果生在 主耶稣那个时代 是不是也这样 定罪主耶稣呢 我们是信主耶稣的 怎么会定罪主呢 就是就是 你们现在信主耶稣 是因为没有看见他 是凭着圣经信的 你们如果真看见 主耶稣是人自显现 那到底能不能接受主 跟随主 还真不好说呀 这就看是不是神的羊了 神的羊听 神的声音 这是没错的 我们现在信主耶稣 那就是根据圣经信 没有圣经 我们也不会信主耶稣的 阿们 你这话就说对了 你们现在信主耶稣 是根据圣经信的 如果没有圣经 你们是不会信主耶稣的 这就证明 你们信主耶稣是假 而信圣经才是真的 你们是只认圣经 并不认主耶稣 所以主耶稣回来了 你们也不会认识他 真是这样 我们怎么看不认主耶稣的 不认主耶稣的 徐长老 你既然承认东方闪电信的是人 你为什么还接受呢 就是啊 你这是明知故犯哪 是啊 你怎么解释 我信全能神 是因为全能神发表了 许许多多的真理 你们想一想啊 真理是从哪儿来的 是人能发表出来的吗 从创世以来 你们看哪一个人 能发表真理 只有道成肉身的人子 才能发表真理啊 如果这个人 不是从神来的 他怎么能发表 这么多真理呢 到底什么是人 什么是神 这事你们还没看透吧 主耶稣 外表也是人 但他有神性实质 有圣灵内助 他才能发表真理 全能神来了 外表也是人 但他也有神性实质 有圣灵内助 所以他才能发表 这么多真理 主耶稣御言说 闪电从东边发出 直照到西边 人子降临也要这样 这一位人子已经来了 就是道成肉身的全能神 主耶稣说 神的阳听神的声音 我就是因为听见了 神的声音 才接受全能神的 你凭什么说 这位人子就是全能神呢 就是啊 因为主耶稣早就预言说 我还有好些事 要告诉你们 但你们现在担当不了 只等真理的圣灵来了 他要引导你们 进入一切的真理 现在全能神发表了 这么多真理 完全应验了 主耶稣的预言 这是很明显的事 明眼人都能看得出来 能发表真理的 只有神 阿们 阿们 几千年来 信神的人多如牛毛 你们看 谁能发表真理 没有人啊 对 今天全能神 发表了这么多真理 就凭这一点 就可以证明 他是人子来了 你们为什么不信呢 你们是不是应该 读读全能神的话呀 是啊 这些天 我读了一些 全能神的话 心里真亮堂 全能神 很有可能就是 人子显现了 是主耶稣的再来呀 嗯 你们说 主末世是人子显现 这不可能 没错 经上明明说 你们见他 怎样往天上去 他还要怎样来 阿们 主耶稣是以 复活的灵体生前的 主回来的时候 应该还是 复活的灵体呀 就是 怎么会是人子来了呢 就是 对 这可是圣经上锁定 就是啊 在考察真道 和迎接主的事上 整个宗教界 不管是基督教 天主教 还是东正教 都犯了一个 致命的错误 迎接主 不根据 主耶稣的亲口预言 而是根据 人的话 或天使的话 在迎接主的事上 我们得以 神的话为准 主耶稣明确地说 那日子 那时辰 没有人知道 连天上的 使者也不知道 子也不知道 唯独父知道 挪亚的日子怎样 人子降临 也要怎样 所以 你们也要预备 因为你们 想不到的时候 人子就来了 主耶稣的话 说得很清楚 主再来 是人子来 也就是 道成肉身 显现做工啊 你说的不对 这里的人子 是指主耶稣说的 就是 这些经文 都是主耶稣预言 他再来的经文 怎么会是指 主耶稣说的呢 主耶稣还说 因为人子 在他降临的日子 好像闪电 从天这边一闪 直照到天那边 只是 他必须先受许多苦 又被这世代弃绝 现在全能神显现做工 不仅受到 中共政府的 疯狂镇压抓捕 还受到 宗教界的定罪弃绝 主这话 已经完全应验了 这是任何人 没法否认的事实 全能神 就是幕后的人子来了 如果你们 还不寻求考察 还能随意地 定罪圣灵的 发声说话 这是犯了 亵渎圣灵的罪啊 是永远不能 蒙神拯救了 再也没有 见到神的机会了 是啊 如果全能神的 发声说话 就是圣灵 向众教会的说话 咱们可不能 盲目论断定罪啊 要是定罪了 神的显现做工 就是犯了 亵渎圣灵的罪 那可是今生来世 不得赦免的呀 什么亵渎圣灵的罪 别小提大做 就是啊 我们信主 一切的罪 都已经赦免了 主已经称我们为义了 阿们 我们就相信 主耶稣的应许 相信主会 驾云驾灵 提前我们进天国 阿们 别的话 我们都不信 对 我们就相信 只有主耶稣 能救我们进天国 阿们 徐宗安 你信全能神 就是背叛了主耶稣 你赶紧向主 认罪悔改吧 亵渎圣灵的发声说话 就是亵渎圣灵的罪 这是一点不错的 是 我给你们读一段 全能神的话吧 读什么读 我们不听 读度怕啥呀 听一听 就知道全能神的话 是不是真理了 咱没有真理 还怕受他迷糊 让他读 全能神说 不认识弥赛亚的人 都能做出 抵挡耶稣 弃绝耶稣 毁谤耶稣的事来 不了解耶稣的人 都能做出 弃绝耶稣 辱骂耶稣的事来 而且 更能将耶稣的再来 看成是撒旦的迷惑 更多的人 将会给重返肉身的 耶稣定罪 你们不感觉害怕吗 你们面临的 将是亵渎圣灵 撕毁圣灵向众教会的说话 唾弃耶稣口中 所发表的言语 你们如此的昏沉 又能从耶稣得着什么呢 你们如此执迷不悟 怎么能明白 耶稣驾着白云 重返肉身的工作呢 我告诉你们 那些不领受真理 却一味地等待 耶稣驾着白云 躲躲降临的人 定归是 亵渎圣灵的人 这些人 定归是灭亡的种类 你们只想得着 从耶稣来的恩典 只想享受 天堂的福乐境地 却从来不听从 耶稣口中的言语 从来不领受 耶稣重返肉身时 所发表的真理 你们拿什么 来交换耶稣 驾着白云重归的事实呢 是你们屡次犯罪 却有口头认罪的诚心吗 你们拿什么来献给 驾着白云重归的耶稣 做祭物呢 是你们高举自己的 多年做工的资本吗 你们拿什么 来让重归的耶稣 信任你们呢 是你们那 不顺服任何真理的 狂妄的本性吗 这话听着有权柄啊 跟主耶稣 当初斥责法利赛人的口气一样 是啊 亵渎圣灵今时来 是不得赦免 可得谨慎呢 行了 你少吓唬我们 徐宋恩 我们为了让你回头 是好言相劝的 就是 就是 可你呢 不但不领情 还说我们是犯了 亵渎圣灵的罪 就是 对 我告诉你 我们信主这么多年 不是吓打的 没错 行 既然你执意要信东方闪电 那咱们之间也没什么可说的 赶紧走 这里不欢迎你 走 赶紧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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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后不许你再给我们传东方闪电 也不许你到我们教会偷羊 否则 别怪我不客气 对 马丁庸 你这是干什么呀你 咱们一起侍奉主这么多年了 现在主耶稣已经回来了 我不想眼睁睁地看着你们被主撇弃 我劝你们不要再定罪道成肉身的人子了 这容易亵渎神 触犯神的性情啊 是 真受到惩罚了 你们后悔也晚了 就是啊 你传一端迷惑人 还论在我们亵渎圣灵 你该受咒诅 你太可恨了 该到 亲子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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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 别动 你们真要对待弟兄 还是信主的人吗 韩弟兄 你是有思想有分辨的人 应该寻求真理啊 是啊 你跟程牧师堂长老他们不一样 现在灾难越来越大 神已经发声说话了 难道 你不想听到神的声音迎接主吗 如果错过这个机会 就要露入灾难中了 后悔可就晚了 其实陆寓言说 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 凡有耳的 就应当听 这句话 一共说了七遍 你如果要迎接主 就必须得听见 圣灵向众教会的说话呀 是啊 韩弟兄 现在全能神发表了许多真理 神的羊都在逐渐地归向神 你应该赶紧读读全能神的话 看看是不是真理 你听见神的声音了 就迎接到主了 你们见证全能神就是主耶稣回来了 还发表了这么多真理 这的确能证明 主耶稣的预言应养 阿们 感谢 现在看来 我们如果不接受主再来发表的一切真理 还真就得不着真理生命 进不了天国呀 你们这么说我不赞成 我们信主已经罪得赦免了 就可以进天国了 阿们 对 你们这是否认主耶稣的救恩呢 保罗说 因为人心里相信就可以诚意 口里承认就可以得救 主都不看我们为罪了 我们还没资格进天国吗 阿们 就是 就是 进天国哪有那么复杂呀 那我们信主罪得赦免 到底能不能进天国呢 是啊 你们能不能把这个问题 跟我们说清楚啊 是啊 好 在进天国的事上 咱不能根据人的话 关键得根据主的话呀 是啊 主耶稣说 凡称呼我主啊 主啊的人 不能都进天国 唯独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 才能进去 阿们 你看看 主的话说得多清楚啊 唯独遵行神旨意的人 才能进天国呀 那什么是遵行神旨意的人呢 是啊 你这话是问到关键点上的 这个问题啊 得从这儿说起 我们信主耶稣 是罪得赦免了 但罪得赦免以后 还能常常犯罪 每天活在 犯罪认罪 认罪犯罪的恶行循环中 始终脱离不了罪的捆绑 还照样说谎欺骗 活在罪中 你们说 这是不是事实啊 一点不差呀 那这样的人 有资格进天国吗 败坏人类 都是活在罪中的人 即使罪得赦免 还能常常犯罪 那常常犯罪的人 能不能顺服神啊 是遵行神旨意的人吗 不是啊 对啊 只信主耶稣罪得赦免 没有人能达到 有资格进天国 只有迎接到主的再来 经历神的末世审判 得着捷径的人 才能成为遵行神旨意的人 这样的人 才有资格进天国呀 主曾说过 我去远是为你们预复的地方去 我若去为你们预备了地方 就必再来接你们到我那里去 我在那里 叫你们也在那里 阿们 现在 主耶稣已经倒成肉身来在地上 就是来接我们赴言席来了 主耶稣说 看哪 我站在门外叩门 若有听见我声音就开门的 我要进到他那里去 我与他 他与我 一同作息 阿们 这个预言 现在正好应验了 谁能听见神的声音 就是与主一同赴上言席了 现在全能神来了 发表了这么多真理 人能够吃喝神现实的说话 接受神现实的做工 这不就是赴上言席了吗 是 现在全能神正在做上 一般得胜者 这般得胜者 才是遵行神旨意的人 才有资格 被神带入神的国中啊 阿们 原来是这么本事啊 你这么说我明白了 罪得赦免 这是神赐的恩典 不代表我们圣洁了 就我们这样 天天认罪犯罪 白天犯 晚上认 明儿个揭察再犯 这不就是在罪里 翻来覆去的打滚吗 真是这样 是啊 咱们的确没有资格进天国呀 是啊 我们罪得赦免还没有资格进天国 那我们不是白信了吗 早知道这样我就不信了 是 我们还常常反罪 这不假 但是这些年 我们为主做工 各处传道建立教会 还背十字架 受了这么多的苦 难道这还没有资格进天国 就是 就是 我们就相信圣经的话 口里承认 心里相信 就必得救 我们就等着主驾允降临 来提我们进天国 阿们 弟兄姊妹 关于迎接主进天国的事 可不能凭人的观念想象啊 是啊 主耶稣可从来没说 罪得赦免 劳苦做工就能进天国呀 人能否进天国 关键得看 人能不能迎接到主 能不能接受主的末世做工 这是决定人命运的大事啊 对啊 是啊 对 咱们信主耶稣 只是罪得赦免 享受了神的恩典 但如果不接受主的再来 不接受主再来 发表的一切真理 那就前功尽弃了 只有迎接到了主 并且能接受主的末世审判 得着捷径 这才是彻底蒙拯救了 才有资格进天国呀 是啊 阿妹 阿妹 这话说得对呀 是啊 看来进天国 迎接到主是关键吧 是 咱们听听 全能神的话是怎么说的 好好好 子妹 妹 正讲进天国的事呢 你咋睡着了呀 耶稣来在人中间做了许多工作 但他只完成了救赎全人类的工作 只是做了人的赎罪计 并未将人的败坏性情都脱去 要将人从撒旦的权势之下 完全拯救出来 不仅需要耶稣做赎罪计 来担当人的罪 而且还得需要神做更大的工作 将人被人被撒旦败坏的性情完全脱去 所以 在人的罪得着了赦免之后 神又重返肉身 带领人进入新的时代 开始了刑罚审判的工作 这工作将人类带入了更高的境界 凡是顺服在他泉下的人 将享受更高的真理 得着更大的祝福 真正活在了光中 得着了真理 道路生命 不凭着基督口中的真理 而想得着生命的人 是世上最荒谬的人 不接受基督所带来的生命之道的人 是异想天开的人 所以我说 不接纳默示基督的人 永远是神艳增的对象 基督是漠视人进入国度的大门 任何人都不能逾越 任何人都不可能不通过基督 而被神成全的 你是信神的人 就得接受神的话 就得顺服神的道 不要只想着得福 却不能领受真理 不能接受生命的供应 基督末世来到 是要向所有 凡是真心相信他的人 来供应生命的 这工作是为了结束旧时代 进入新时代而有的工作 是所有进入新时代的人的必经之路 你不能承认 而且还定罪或亵渎 或加以逼迫 那你定规就是永世都被焚烧的对象 是永远不能进入神国中的人 因为这位基督本是圣灵的发表 是神的发表 是神在地之工作的托付者 所以我说 你若不能接受 末世基督所做的一切 那你就是亵渎圣灵的人 亵渎圣灵的人该有的报应 那是每一个人都不言而喻的 阿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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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话听得真哀 是 这绝对是处于圣灵 这好像是神的生意 现在我明白了 我们要想进天国 就必须接受 沈末世的审判工作 脱离罪 得着捷径 达到不再犯罪了 才有资格进天国 阿们 我们以前 真是太愚昧无止了 总是一厢情愿地 想进天国 做梦都想享受天国的福分 真是奢侈欲望太大 冲昏了头脑啊 真没想到啊 主末世再来 发表了这么多真理 来拯救我们 带领我们 进入这一切的真理 是 这怎么看都能证明 这就是神末世做的工作 阿们 除了神来能发表真理 没有任何人能发表真理 阿们 我相信 我相信全能神 就是主耶稣的再来 阿们 不管牧师怎么拦阻定罪 就从他能发表这么多真理 这一件事上 就能证明 他是主耶稣回来了 阿们 主耶稣真的回来了 这下咱们敬天国有路了 我们终于迎接到主了 主真的回来了 是 这下咱们敬天国有路了 我们太有福了 好消息 好消息 咱们能敬天国了 敬天国 嗯 这好事啊 是啊 难道 主回来了 主回来了 哎呀 学那神的话说得可好了 把敬天国的事都说清楚了 你一听就明白了 哎呀 这太好了 嗯 我在这里少说 你赶紧回去听吧 哎 好好 真是让人都因慎地法上而被征服 全都倾倒在四流中 都恢复在圣地面前 因神早已将荣耀 从全地之上收回 在东方重新发出 重新发出 谁不盼望 看见圣地荣耀 谁不拔望 神回来 谁不刻骨 神的在线 谁不思念 神的可爱 谁能不救光 救光而来 谁能不看见 贾难的丰富 谁不盼望 救赎主的从归 谁不仰慕 大有能力者 谁不救赎主的从归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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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时间过得真快呀 可不是吧 传福音大半年 得了不少人吧 是啊 是啊 这次啊 我去了河南 安徽 山东 陕西 对 这好几个省 这么多省 得了大概有 有一万多人吧 有一万多人呢 这么多 这真不懂 西里秀 我也想传福音 可不知咋传 你给我们谈谈你的经历吧 是啊 快谈谈 是 我们都想听听啊 我这半年啊 接触了许多人 看见各宗各外的光景 都很荒凉啊 人都信心冷淡 没有爱心 聚会也没有圣灵做工 教堂都成了荒场 信徒邻里贫穷 都很可怜哪 为了迎接主 有的人不敢结婚 也不敢做生意 有的人 甚至睡觉都不敢脱衣服 很怕半夜煮回来了 被撇弃 以前咱们也这样啊 是啊 有的人 常常进食祷告 也得不着圣灵启示 信心都浪大了 有的就回世界了 太可惜了 是啊 还有一些人 特别可慕主的显现 变卖家里所有的 到处寻找主 然后呢 把钱花光了 也没有迎接到主 这样的人还真有啊 我就听说过呀 有 那他们以后还咋生活呀 可不是吗 是啊 看到这些人的情形啊 我就想起神的话说 他们贫穷 可怜 瞎眼 不知所措 落在黑暗之中哀嚎 路在何方 多么渴慕光明 有如流星一样 突然降下来 驱散着将人压抑了 多少年的黑暗势力 苦苦八旺 日思夜想 有谁尽都知晓 这苦难深重的人 竟然在光滑过之日 仍被囚禁在黑暗的监牢里 不得释放 何时不再哀苦 这些从未有过安息的脆弱的灵 竟这样惨遭无性 无性的神索 凝固的灵史 早将其封锁在其中 哀苦之声 谁曾耳闻 愁苦之态 谁曾目睹呢 阿们 阿们 你可曾想到 神的心何等忧伤着急 怎忍看着 亲手造的无辜的人类 遭受这样的折磨呢 阿们 如果我们不传福音 那可真是伤透了神的心啊 是啊 我也想传福音 传福音是不是挺危险呀 那可危险了 你是不知道啊 宗教里啊啥人都有 有的发现我们传福音的还给报警呢 真是对啊 徐弟兄你遇到过这些危险吗 咋没有啊 好几次 有的放狗咬 有的破粪 还有的拿棍子打呢 真狠啊 还有一次 有人就给打110报警了 我们一发现就赶紧跑了 这不太危险了呀 是啊 这个真是神保守啊 是啊 传福音啊 你只要跟宗教人接触 就随时有被抓的危险 嗯 你就得做好被抓的准备 嗯 是 嗯 是 那被抓了会怎样呢 怎么样啊 哎 不判刑也得扒一层皮啊 嗯 真是 是啊 是 各种危险都存在 嗯 但咱不能怕危险 嗯 你要怕那还咋传福音呢 那是啊 是 传福音 是神选民的使命啊 是啊 是 任何时候都不能逃避 阿们 阿们 真心为神花费 就得随时做好被抓的准备啊 是啊 就是面临死亡 也毫无怨言 绝不退缩 阿们 这是受造之物 对神该有的忠心啊 阿们 我的命是神给的 就该为神献上 阿们 传福音是我们的使命啊 是啊 咱得体贴神的心意啊 是啊 阿们 谢谢 我不考虑 跟随嫉妒多么艰难 我只以尊心 甚至以为天旨 我也不去向 以后世的福收获 既然选择爱神 就要义无反顾 不管前方道路 多么艰险坎坷 不管以后还要经受多少痛苦 为了应接 神的德荣之日 神的德荣之日 我尽甘神的教宗 忠心到底 忠心到底 我尽甘神的教宗 吃饭了 好 你们 你们 你们这是干什么 你们这是干什么 续松恩 咱们又见面了 四年前你新主被抓 现在又有人举报你信了全能神 还到处传教 队长 你真是屡教不改啊 看来你的苦都是没吃够 我信神犯什么法了 你们一次次抓 少废话 带动 走走我慢 想偷懒是不是 妈 就你妈 磨磨叽叽 想不想吃饭了 快点快点 快 来 精神的 快点 等等 抓我抓我的 好嘞 快 快 快走 快点 快 把他跟上 哟 老李 遇到好闹地了 看什么干 走 看什么干 不用 没事 你是怎么被抓的 警察跟着我们几个月了 趁我们打聚会时 把我和十几个东都抓了 就老刘那刺头 还想跟老子斗 不支不死他 这老教所啊 不是人呆的地方 警察和犯人 随时都会找查 尤其对信神的 盯得紧哪 可得谨慎点 对 不能 刃用 唯一受逼迫是有福的事 感谢神 快吃 磨磨蹭蹭 吃饭干活 赶紧的 赶紧的 别破警 吃饭干活 身体不舒服 耳朵聋得越来越严重了 咋回事啊 警察打的 这共产党不管人死活 只让人没命 要不依靠主 真撑不下去啊 是啊 有时候我也软弱 都是靠着神的话支撑我走过来的 要是没有神话语的带领 光凭自己生不过去啊 是啊 我在这儿待了一年多了 赌不上主的话 令令干渴呀 你们聚会都讲什么道啊 有没有新亮光啊 要说新亮光啊 还真有 好啊 说说 嗯 现在 圣灵开始发声说话了 把圣经里的奥秘 神征求人类六千年经营计划的奥秘 全解开了 六千年经营计划 好啊 还怕 撒旦是怎么败坏人类的 神是怎么做工拯救人的 什么是被提 谁是聪明童女 什么是得胜者 谁是天国 什么人能经天国 神怎么定归人类的结局归宿的 等等 嗯 都说得很清楚 嗯 我读的这些话 真得共赢 收获太大了 好 圣灵向众教会的说话 已经出现了 你如果想看 以后有机会 我给你找一本读读 圣灵向众教会的说话 哎呀 这不是启示录的预言应验了吗 哎呀 你快给我交通交通 哎 哎 老李 最近家里有没有人来看你 好 前不久啊 我老伴儿来过啊 哦 快点 本磨叽 好嘞 哎呀 他一个人在家啊 挺不容易的 嗯 是啊 那咱先谈谈 神是怎么做工拯救人的 嗯 咱都知道 起初神造的人类 是圣洁的 没有罪 人被撒旦引救败坏以后 就活在罪中 远离神 背叛神 神就开始了 拯救人类的经营工作 神的拯救工作 就是要把人类 从撒旦的悬下拯救出来 让人彻底脱离罪恶 归回到神的面前 我给你背一段话 好 神的经营就是这样 把一个根本就不知道 什么是神 什么是造物主 如何敬拜神 神 为什么要顺服神 这样一个人类 交由撒旦 任由撒旦败坏 然后 神再一步一步 将人类从撒旦手里夺回来 直到人类 能完全敬拜神 祈祝撒旦 这就是神的经营 神的经营 就是为了得到一般 敬拜神 顺服神的人类 这个人类 虽经撒旦败坏 但却不再把撒旦当作父亲 而是认识撒旦的丑恶嘴脸 弃绝他 来到神的面前 接受神的审判刑罚 知道了什么是丑陋 什么是圣洁的对比 也认识了神的伟大 与撒旦的邪恶 这样的人类 不会再为撒旦效力 不会再去朝拜撒旦 供奉撒旦 因为 他们是一般真正被神得着的人类 这就是神经营人类的工作的意义 神的经营 这些话新鲜 从来没听过 老李 你耳朵这个两穴位啊 您过来一看 慢慢就能好一下 好 行 我走了 嗯 许总 我正经乱传 我正经乱传 再传 我正经乱传 我正经乱传 传 下次再乱传 再说信神的事 我关你金兵 你 自不了你 妈的 妈的 快看 退学错语学了 快 快 你学错语学了 上回你谈到神的经营工作 真是亮光 你再给我细讲讲 你想要了解神的经营工作 那咱还得从神律法时代的工作说起 你说 神为啥要给人颁布律法来 因为起初的人类就像婴孩一样 什么都不懂 不知道境外真人 也不知道怎么生活 连杀人偷盗是犯罪都不知道 神就按照他的计划 颁布律法揭秘 带领人在地上生活 让人知道谁是真神 应该怎么敬拜神 怎么活着蒙神祝福 这样人类就有了正常的生活 也为神以后的工作大家记住了 是什么回事啊 是什么回事啊 那你说 如果神不半步律法 人的生活会咋样 那谁想犯罪就犯罪 世界就乱逃了 就是啊 这样人不都成了撒旦的种类了吗 都得被毁灭啊 挪亚时代的人就是这样被毁灭的 嗯 神做律法时代的工作啊 对人类太有意义了 人要是都能遵守律法揭秘 活在神的带领下 那人就太有福了 是啊 但因着撒旦的败坏 人守不住律法 还能常常犯罪得罪神 到了律法时代末期 人犯罪越来越多 神为了拯救败坏人类 亲自来做救赎工作 就是主耶稣亲自为人类定十字架 救赎了人类 人只要接受主耶稣 罪就得着赦免了 嗯 就得以活在神面前 享受神的恩典祝福 原来是这样 老道来了 来 坐坐 老大过来了 嗯 喝点洗啊 一会关门了 最近的活都挺重了 老师 回睡觉了 你的腰怎么样 还能咋样 只能是硬挺吧 挣钱呢 律法是代人献祭 只能解决一次的犯罪 嗯 但主耶稣定十字架 做了人的赎罪集 一次永远地赦免了人的罪 这样 人就不会因触犯律法 被定罪处死了 做的爱太大了 那我们信主耶稣罪得赦免 就真的成为圣洁了吗 为什么还能常常犯罪 常常认罪 始终脱离不了罪的捆绑呢 一个活在罪中的人 即使罪得赦免 真的有资格被踢进天国吗 我们已经罪得赦免了 主不看我们为罪了 难道还没有资格进天国 主耶稣做救赎工作 赦免了人的罪 但主并没有做除去人犯罪本性的工作呀 所以我们信主耶稣只是罪得赦免 但罪性还没有得到捷径 像狂妄 诡诈 自私等等 这些撒旦性情不解决 咱就是向主认罪一百次一千次 也拖不去罪呀 这就像割韭菜一样 割了一茬又一茬 根儿还在呀 你这话说得对呀 我们常常讲千辈忍耐 讲爱心 可一长眼 该争害争 该斗还斗 该恨人 还恨人 确实没有别话呀 经上说 非圣洁没有人能见主 神是圣洁的 我们还能常常犯罪 连主的面都不被见呢 更别提今天过了 所以主耶稣说 末世他必要再来 还要发表真理 做一部审判工作 来解决人犯罪的本性 彻底接近拯救人 这部工作是神六千年经营计划 收尾的工作 也是神拯救工作中 最关键 最重要的一部工作 勇哥 我们先走了 老李啊 你什么时候出狱啊 快了 还有半个月吧 走吧 走 宋恩 你说主再来 是发表真理做审判工作 圣经里有这方面预言吗 当然有了 圣经里关于末世审判的预言 是最多的 主耶稣曾经预言说 弃绝我不领受我话的人 有审判他的 就是我所讲的道 在末日要审判他 我还有好些事要告诉你们 但你们现在担当不了 只等真理的圣灵来了 他要引导你们进入一切的真理 这就告诉我们 主末世再来要发表真理 他要引导人进入一切的真理 就是指沈末世做审判工作说的 这样啊 沈末世就是用真理来审判洁经人的 还真有圣相根据啊 那用真理来审判洁经人 这是怎么回事呢 我给你背一段话 好 末世基督是用诸多方面的真理来教训人 来揭露人的本质 解剖人的言语行为 这些言语中 都包含着诸多方面的真理 这些言语都是针对人的本质 针对人的败坏性情 尤其那些揭露人如何弃绝神的言语 更是针对人本是撒旦的化身 针对人本是神的抵视力而言的 神做审判的工作 不是三言两语就道尽人的本性的 而是来做长期的揭露 对付 修理 这各种方式的揭露 对付与修理 并不是用一般的语言能代替的 而是用人根本就没有的真理来代替 这样的方式才叫审判 这样的审判才能将人折服 才能使人对神心服口服 而且对神有真正的认识 这样看来 神默示发表真理做一部审判工作 还真有可能啊 诶 等个 好好享受不你 吃点劲呢 快吃点劲 快吃点劲 有静点啊 报告领导 我还想上厕所啊 我 我拉肚子 就你事多 老长 你看这皮包公司 我脑袋的 是吗 我看看 不行了 我憋不住了 我就在这个假道里方便吧 好 去吧去吧 快点啊 哦 好 好 神哪 愿你带领我逃出去 给我 把那个 你给我给到的 我开始了 你看 你怎么办 他就不是 我看到老子 你想不过 你怎么办 我本身有这些 好了没有 老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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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来 回来 老许 老许 好 大叔 平溪县向阳镇怎么走 向阳镇呢 你沿着这条路向北走 大约还有一百里 谢谢 不不不 快喝药了 老李在家吗 谁呀 我是来帮他收花生的 谁呀这是 我去 总 老李 快进 兄弟 你是怎么跑出来的呀 走 进屋 道成肉身 怎么可能 这是驾云将来吗 这不就是道成肉身呢 来 大家静一静 静一静 宋爱 你说主已经道成肉身回来了 这话我不太相信 是 圣经里说 那时人子的兆土要写在天上 地上的万族都要哀哭 他们要看见 人子有能力 有大荣耀 驾着天上的云降临 阿们 这是主亲口预言 主明明说 人子有能力 有大荣耀 驾云降临 是 可现在 这些现象都没出现 谁也没有看见 是 你怎么说主回来了 就是 对啊 主再来是驾云降临 这是整个宗教界公认的 就是 我们就等着主驾云降临 来接我们进天国 这肯定没错 阿们 就是啊 主来了肯定是驾云降临 没错 这由主耶稣的预言为证 阿们 既然你们认定这段经文是 论证主驾云降临的根据 那咱们就得细读读经文了 那些日子的灾难一过去 日头就变黑了 月亮也不放光 众星要从天上坠落 天势都要震动 那时 人子的诏头要显在天上 地上的万族都要哀哭 他们要看见 人子有能力 有大荣耀 驾着天上的云降临 主的这段预言 明确地说 是在大灾难结束时 主驾云降临 这是确定无疑的 那些日子的灾难一过去 日头就变黑了 这话就是指 大灾难就要结束的时候 日头就变黑了 月亮也不放光 众星要坠落 天势都要震动 那个时候 主才公开驾云降临 这里说的驾云降临 和启示录 一章七节 看哪 他驾云降临 众目要看见他 连刺他的人 也要看见他 地上的万族 都要因他哀哭 是一样的 都是指 大灾难就要结束的时候 主公开驾云降临说的 原来主公开驾云降临 是在大灾难之后呀 主灾后在公开降临 那我们能不能躲过大灾难 这不好说呀 是啊 那我们会不会落在灾难中啊 就是 什么灾前灾后的 我就等着主驾云降临 阿们 你如果就等着主公开驾云来接你 那你的盼望就落空了 你只能落在大灾难中 受惩罚了 受惩罚 对呀 你没听见主说 看哪 他驾云降临 众目要看见他 连刺他的人 也要看见他 地上的万族 都要因他哀哭 这话是真实的 阿们 那这是什么后果 你应该知道啊 那我们看见主公开驾云降临 难道还有祸了不成 那大家想想啊 难道主再来 就是指大灾难之后 主公开降临吗 宋恩 那主再来 就应该是驾云降临 是啊 难道还有别的方式 是啊 主耶稣不但有预言 他公开驾云降临的话 还多次预言 他再来时是成为人子 隐秘降临的话 咱们细读读主的话就知道了 比如主耶稣说 半夜有人喊着说 新郎来了 你们出来迎接他 这话是指什么说的 又该怎么应验呢 还有 看呐 我来像贼一样 若不警醒 我必临到你那里 如同贼一样 我几时临到 你也绝不能知道 看呐 我站在门外叩门 若有听见我声音 就开门的 我要进到他那里去 我与他 他与我 一同作息 因为人子 在他降临的日子 好像闪电 从天这边一闪 只找到天那边 只是 他必须先受许多苦 又被这世代弃绝 阿们 这几处预言 也是主亲口说的 那这些预言 又该怎样应验呢 主的话 句句都要应验 没有一句落空的 天地废去 主的话 却不能废去 这是大家都清楚的 主再来的预言 怎么有几种说法呀 到底主怎样再来呀 我们光相信 主来驾云降临 这一种说法 也不对呀 这不是定归主再来了吗 这个真是奥秘 不好解 是不好解 主耶稣关于人子 这些预言 好像不是指 公开驾云降临说的 应该是指 在大灾难之前 世界最黑暗的时候说的 这对呀 以前就有一些圣经学者 解经家 看出来 主的预言 是分两种方式 先是隐秘降临 然后再公开降临 隐秘降临就是指 灾前 人资献献献作公 就是神道成肉身 成为人子 来发表真理 做审判 从神家骑手的工作 就是我们见证的 全能神 早已经献献作公了 我天天看圣经 咋就没领受到呢 对 原来主是先灾前隐秘降临 灾后才公开驾云降临 对 这么一说 那就不矛盾了 对呀 这也合复圣经啊 是啊 要早这么交通 我们不是早明白了吗 是啊 我怎么听你讲的 像是东方闪电的道 对呀 牧师说了 凡是见证主回来的 都是假的 阿们 凡是见证神 道成肉身来的 都是假的 阿们 你是不是传东方闪电的 我刚才听的就不得劲 你要是传东方闪电的 赶紧走 东方闪电信的是人 我们不听东方闪电的道 对 对 他们信的是人 我们信的主耶稣才是神 阿们 大家冷静一下 都是主那弟兄 有话好好说了 来来来 快坐 坐下再听听吧 坐下再听听吧 你们听到 还分派别吗 哪一派都有明白真理的人 都有神称许的人 你敢说 就你这一派 是蒙神称许的 主耶稣可没让我们 划分派别 主让我们彼此相爱 你要真明白圣经 讲点分辨 这可以 咱们互相探讨 谁说的符合真理 咱们就听谁的 你们要听我谈的 不符合圣经 咱们可以交通辩论吗 是啊 徐弟兄讲的完全正确 咱们不应该划分派别 在圣经启示录中 神是向七个教会说话 不是单对哪一个派别说话 是 哪个派别 都有神称许的人 所以呢 咱们别管人家是哪个派别 只要交通的有亮光 符合真理 那咱们听听 有什么不可以呢 这不是好事吗 是不是 是 对啊 我听许定用交通的 也挺好的 是啊 挺有亮光 感谢主 现在宗教界只承认 主驾云降临 不承认主隐秘再来 尤其对主耶稣一言 人子来 没有人能灵受得来 其实 主耶稣预言 他再来时 是人子来 至少有十几处 十几处 这就告诉我们说 迎接主 关键是要迎接 陌后的人子 那主在灾前隐秘降临 是来做什么工作呢 做啥工作呀 主耶稣预言说 我还有好些事 要告诉你们 但你们现在担当不了 只等真理的圣灵来了 他要引导你们 进入一切的真理 因为他不是凭自己说的 乃是把他所听见的 都说出来 并要把将来的事 告诉你们 阿们 还有 若有人听见我的话 不遵守 我不审判他 我来本不是要审判世界 乃是要拯救世界 弃绝我 不领受我话的人 有审判他的 就是我所讲的道 在末日要审判他 父不审判什么人 乃将审判的事 全交于子 并且因为他是人子 就赐给他 行审判的权柄 阿们 主耶稣说 真理的圣灵要来 要带领我们 进入一切的真理 这个指什么说的 就是指 主末世再来 要道成肉身 发表真理 做一部审判工作说的 神要在灾前 做成一般得胜者 之后 神就降下大灾难 当撒旦的国 都被毁灭了 大灾难结束了 神才向人公开显现 等到神公开 驾云降临 才迎接主的 就没有机会 得着捷径了 这就应验了 启示录一章七节 看哪 他驾云降临 众目要看见他 连刺他的人 也要看见他 地上的万族 都要因他哀哭 这话是真实的 阿们 阿们 这些人 为什么哀哭戒指啊 你们想想 人看见主显现 是不是应该欢喜快乐 人看见主 如果没有欢喜快乐 反而还哀哭切齿 这就证明 他们有祸了 看来到大灾难过后 主公开驾云降临时 才迎接到主 那真的晚了 那后悔也来不及了 是啊 是呀 那些定罪 抵挡全能生的人 肯定得遭到 神的惩罚了 咱们可不能做 那种事啊 那这么说 在灾起 迎接到人子降临 附上天国沿袭的 才又希望进天国呀 对 说得是啊 咱们以往真是太愚昧了 怎么就没考察 全能神的做工呢 是啊 咱们信得太迟钝了 弟弟兄 你还真要考察东方闪电啊 你忘了牧师长老怎么说的 东方闪电信的就是一个人 不是主回来了 阿门 阿门 咱们要是再听下去 可真要受迷惑了 是啊 咱们不能再听了 赶紧把这个 穿东方闪电人赶走 你赶紧走 干什么 我看谁敢动徐弟兄 我就不明白了 人家交通得这么清楚 完全符合圣经啊 你们咋就横竖听不进去呢 是啊 人家交通得符合圣经啊 是啊 是啊 你们想想 咱们信主是为了啥呀 不就是为了迎接到主吗 是啊 如果总听牧师长老的 丝毫不考察真道 你知道是什么结果吗 那落在灾难中就是等死灭亡啊 是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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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到底是不是可慕真理的人啊 啊 坐下了 怎样得再听听 这些年 咱们一直可慕等候主驾云降临 都没有等到 是啊 灵力是又贫穷又可怜啊 是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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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难得听到这么好的道 你们却不珍惜 还要把人家赶走 你们还有没有良心啊 是啊 你不能真理做人 真正不合主的心意 是 徐弟兄冒着危险 来给咱们见证神的显现做工 这是不是出于爱心啊 是啊 我敢说 徐弟兄来给咱们传福音 这是主的安排 就是主的带领啊 阿们 人家千辛万苦 来把福音传给咱们 这是咱们的恩人啊 是啊 你们不好好地接待弟兄 反而还要把人家赶走 这符合主的心意嘛 是啊 徐弟兄说得对啊 咱们就应该凭爱心接待客旅啊 是啊 他说得再好 我们也不听 我就听牧师的 走 没错 咱们走 大家都没错走 徐弟兄 快走 徐弟兄 徐弟兄 这倒过好 他们怎么都听不明白呢 是 叫他们这么不聊 他们把就听不明白 是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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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弟兄姊妹 今天咱们先聚了事吧 只能去看明天过呢 咱们聚了呢 改天 改天 改天吧 啊 今天没有再来 是啊 是 全能神说 或许有许多人并不在意我所说的话 但我还是要告诉每一位跟随耶稣的所谓的圣徒 当你们的肉眼亲自看见耶稣驾着白云从天而降的时候 已是公义的日头公开出现的时候 那时或许你的心情激动万分 但你可曾知道 当你看见耶稣从天而降的时候 也正是你下到地狱接受惩罚的时候 那时已是神经营计划宣告结束的时候 是神赏善罚的时候 因为神的审判已在人未曾看见神迹只有真理发表的时候结束了 那些接受真理不求神迹而被洁净的人 归在了神的宝座前 投入了造物主的怀中 只有那些坚持一个信念 不是驾着白云的耶稣就是假基督的人 将会受到永久的惩罚 因为他们只相信会显神迹的耶稣 却不承认发表严厉审判 释放生命真道的耶稣 这样就只好让耶稣公开驾着白云重归时 来解决他们了 他们太固执太自信太狂妄了 这样的败类怎么能得着耶稣的赏赐呢 耶稣的再来对于能接受真理的人是一个极大的拯救 对于不能接受真理的人就是被定罪的记号 你们当选择自己的路 不要做亵游圣灵弃绝真理的事 不要做无知狂妄的人 当作顺服圣灵引导可目寻求真理的人 这样对你们才有益处 阿们 阿们 这话说得太好了 这话说得太好了 是啊 大家到齐了啊 哎 宋伟 嗯 现在我们知道了 主这次来是道生肉身成为人子 嗯 那人子来了外表不通正常 我们怎么能认出他是道生肉身的神呢 是啊 你再给我们交通交通啊 这个问题问得好啊 怎么迎接主啊 主耶稣早就告诉我们路途了 主耶稣说 我的羊听我的声音 还有启示录中说 看哪我站在门外叩门 若有听见我声音就开门的 我要进到他那里去 我与他 他与我一同作息 阿们 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 凡有耳的就应当听 阿们 这就告诉我们 迎接主的关键路途 就是听神的声音呢 神的声音 神的声音 对 你们看 当初主耶稣显现做工的时候啊 与人生活在一起 能跳舞参加婚宴与人谈心 对 外表看呢 就是一个普通的人 是 但是 主耶稣能发表真理 给人指出正确的人生道路 人生方向 让人悔改归向神 是的 对 比如教导人要认罪悔改 当爱人如己 饶恕人七十个七次 嗯 是 主耶稣说的话 有权柄有能力 一句话平静风和海 一句话让死人复活 是 阿们 主耶稣还能说出 人暗中的隐情 很多人就是通过主耶稣说的话 认出了主跟随主 阿们 是啊 真是真的 是啊 不管这位人子外表多么普通正常 只要他能发表真理 能带领人走人生正道 能捷径人拯救人 那他就是神的显现做工 就是道成肉身的神 阿们 是啊 咱们根据这一条来迎接主啊 百分之百准确 是啊 对啊 是啊 是啊 对啊 嗯 你们看 全能神发表了多少真理啊 揭开了圣经里的许多奥秘 把神的做工 神的经营计划 神的心意都发表出来了 让人耳目一新大饱眼福 这不就是神的显现做工吗 是啊 是啊 哎呀 你这么交通 我心里亮堂啊 神的羊 听神的声音 神的声音 就是神所发表的真理 嗯 能发表真理的 肯定就是神的显现做工嘛 是啊 只有神才能发表真理 能发表真理的 那肯定就是主回来了 是啊 听神的声音来迎接主 这个路对啊 嗯 徐弟兄 你说迎接主 得听神的声音 这话我不太明白 神的话不读在圣经里吗 圣经以外还能有神的话吗 就是啊 我们读圣经就够了 有必要考察全能神的话吗 我看没必要 你们说神的话都在圣经里 这有圣经根据吗 主耶稣说过这话吗 主耶稣说 我还有好些事要告诉你们 但你们现在担当不了 只等真理的圣灵来了 他要引导你们进入一切的真理 阿们 主牧师再来还要发表许多真理 那这些真理在圣经里有吗 没有 应该没有吧 主耶稣还没告诉咱们 圣经里怎么能记载呢 是 对啊 是 那你们说 我们只读圣经 能听见主在末世发表的真理吗 你敢听见 听不到 是 哎 徐弟兄 那你是怎么听见神的声音 迎接到主的呢 是啊 是啊 我是读了许多全能神的话 认定全能神的话 都是真理 就是神的发声说话 就接受全能神了 主耶稣说 神的阳听神的声音 这话真是一点不假啊 不在乎人信神年头多少 明白圣经知识多少 而是在乎人喜不喜爱真理 能不能发现真理 是啊 如果是有心有灵的人 听见神的话 就能发现 神的话都是真理 有权柄有能力 的确就是神的声音 对 同时也能发现 全能神的话 和主耶稣的话 是一味灵说的话 同样有权柄有能力 嗯 是啊 比如 主耶稣说 凡称呼我主啊主啊的人 不能都进天国 唯独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 才能进去 阿们 阿们 那全能神是怎么说的呢 我给你们读一下 好 我定规一个人的归宿 不是根据其年岁的大小 不是根据其资格的老幼 也不是根据其受苦的多少 更不是根据其可怜的程度 而是根据其有无真理 除此以外别无选择 你们都应明白 不遵行神旨意的人 同样都要受惩罚的 这是任何一个人都不能改变的 所以受惩罚的人 都是因着神的公义而受惩罚的 是因着他们自己作恶多端 而遭到了报应 你若不寻求末世的基督 供应的生命之道 那你就永远不可能得着耶稣的称许 永远没资格踏入天国的大门 因为你是历史的傀儡 是历史的囚犯 阿们 阿们 这话不一般 是啊 我一看啊 这不就是神的法声说话吗 阿们 基督是天国的主 天国的王 什么人能进天国 人达到什么标准才能进天国 这些天国的奥秘 只有神知道 只有神才能说清楚 是 阿们 主耶稣把进天国的条件标准 告诉了人 末世 全能神发表一切真理 带来了永生之道 人接受顺服全能神发表的真理 就能进天国得永生 阿们 主耶稣和全能神的话 都是真理 都是神的声音 这是一点不差呀 是啊 只有神能揭开天国的奥秘啊 是啊 我还看到全能神的话 和主耶稣的话一样 有权品有能力 主耶稣说 我实在告诉你们 这世代还没有过去 这些事都要成就 天地要废去 我的话 却不能废去 阿们 全能神说 我是首先的 我是末后的 又是死里复活的 完完全全的独一真神 就在你们面前向你们发声说话 你们要定真我的话 天地可以废去 但我话一笔一画也不能废去 记住记住 我话说完 从来没有一句返回过的 每一句话都要应验 这一切新生事物的出现与诞生 都在证实着造物主的权柄与能力 既说必算 既算必成 既成必到永远 这一事实从未更改过 以往是这样 现在是这样 以后永远都会是这样 阿们 全能神的话太有权柄了 是 的确是啊 全能神的话和主耶稣的话 都写明了神话语的权柄 这证明是一位灵数的话 源头是一啊 对啊 要不是神 谁敢说他的话永不废墟呢 明明 对啊 神的灵只有一位 神只有一位 这就是神以造物主的身份 在发声说话 是 这样分辨神的声音太准确了 全能神的话和主耶稣的话一样 有权柄有能力 能揭示许多奥秘 的确是一个源头 都是神的灵在说话做工啊 是啊 是啊 我听出来了 全能神的话和主耶稣的话 都是真理 是一位神说的话呀 没错 我也听出来了 我怎么就没有听出来是神的声音呢 这不就是人说的话吗 是 我看啊 还是圣经里的话最有权威 只有记载在圣经里的话才是神的话 阿门 阿门 我就纳闷了 这明摆着就是人的话 你们怎么非说是神的声音呢 就是 人说不出来这话呀 就是神的声音 是啊 主耶稣显现做工的时候 说了许多话 这些话 记载在旧约圣经里的吗 没有啊 对啊 旧约圣经里没有啊 但主耶稣发表的真理 这是不可否认的 是 只有喜爱真理的人 才喜欢听主耶稣的讲道 才能跟随主耶稣 这就足以证明 神的羊听神的声音呢 是 而那些假冒为善的法利赛人 因为不喜爱真理 就持守圣经 弃绝了主耶稣 最后还能定罪主耶稣 把主耶稣定在了十字架上 这是什么问题呢 主耶稣的发声说话 不管当时宗教人怎么抵挡定罪 还是被喜爱真理的人传诵至今 其中一小部分 也记载在了新约圣经里 这事又怎么解释呢 不管咋说 整个宗教戒毒认定 离开圣经就是异端 我们守住圣经就够了 不用听神的声音 阿们 弟兄姊妹 现在异端假道这么多 我看啊 我们还是谨慎点好 是啊 以免受迷惑被主撇弃啊 哎 赖长老 你那么明白圣经 怎么还怕受迷惑呢 是啊 是啊 要是因着怕受迷惑 就不敢考察真道 这怎么能迎接到主啊 是啊 就是啊 万一真是主回来了 我们不听不看 那不亏大了吗 对啊 还是听听吧 是 再听听吧 是啊 再听听 宋伟 咱们接着教头 我信全南神以后 天天读全南神的话 心里越来越亮堂 画在肉身显现这本书 太宝贵了 末世基督带来的永生之道 就在这本书里 不仅让我认识了 自己的观念想象 和败坏性情 还让我看见 神怎样洁净拯救人类 让我明白了许多真理 以往信主的时候 我常常给别人讲 要包容忍耐 要爱人如己 可我自己却实行不出来 还能常常说谎欺骗 嫉妒人 恨人 尤其是败坏性情太严重 狂妄自大 谁也不服 总跟人争名夺利 对神没有真实顺服 狂妄的都失去理智了 怎么认罪也达不到真实悔改 心里真是苦啊 是啊 我们不也是这样吗 是啊 读了全南神的话 那我才认识到 人的犯罪本性不认识 不解决 永远也脱不去罪啊 是 全南神的话 把人的败坏性情 和犯罪的根源 都揭示出来了 让我心服口服 阅读心里愈亮堂啊 神真是见察人心肺腑啊 阿们 只有神 能把人的败坏实质 败坏真相揭露得这么彻底 是 人都服服在神的面前 愿意接受神的审判刑法 甘心顺服神的摆布安排 心完全被神的话征服了 阿们 我越读全南神的话 越确定 这就是神的声音 千真万诀啊 阿们 太好了 是啊 那全南神的话 是怎么接受人败坏的 你快给我们读读吧 是啊 我给大家放两段 好 全能神说 多少人信我 只是为了让我给其治病 多少人信我 只是为了让我 凭着我的能力 将其身上的乌鬼赶走 又有多少人信我 仅仅是为了得着我的平安喜乐 多少人信我 仅仅是为了向我索取更多的物质财富 多少人信我 仅是为了安然地度过此生 求得来世别来无恙 多少人信我 是为了躲避地狱之苦 获得天堂之福 多少人信我 仅是为了暂时的安逸 并不求来世得着什么 当我将愤怒赐给人的时候 将人原有的喜乐平安夺走时 人就都疑惑了 当我将地狱之苦赐给人 而将天堂之福 读回之时 人就恼羞成怒了 当人让我治病时 我却并不搭理人 而且对人感觉厌憎 人就离我远去 寻找乌衣习树之道 当我将人向我索取的都夺走之时 人都不见踪影了 所以 我说 人信我 是因我的恩典太多 人信我 是因信我的好处太多 你们有点忠心就自夸 有点贡献就要报仇 有点顺服就看不上别人 做点小工作就目中无神 你们接待神 要钱要物要表扬 捐献两个铜板就心疼 线上十个铜板就要祝福 就要与众不同 你们这样的人性 简直是不堪言语 难以入耳 你们的言行有什么可夸的 尽本分的 不尽本分的 带领的跟随的 接待神的 不接待神的 捐献的 不捐献的 传道的 得道的 等等所有的人 都在自夸 你们不觉着可笑吗 喂 来出所吗 我们这来了个传东方闪电的 你弟兄 赖讲老子打电话报警了 这不是有的啊 他怎么能干什么这事呢 是啊 赶紧散 孙伟 你先走 快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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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 来 来 别跑 站住 走掉了 老大 别跟他 站住 别跑 老大 老大 别跑了 站住 别跑 别跑 站住 别跑 站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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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我不考虑 跟随嫉妒多么艰难 我执意尊行甚至意 为天职 我也不去想 以后世的福收获 既然选择爱神 就要义无反顾 不管前方道路 多么艰险坎坷 不管以后还要经受多少痛苦 为了迎接 神的德荣之日 握紧根深的交纵 忠心到底 明白神力 就该为见证神而战 任何艰难嫌疏 绝不退缩 不管以后如何 绝不辜负负神的爱 不管以后如何 爱神之心永不变 我看见 我看见神的心是何等交集 我愿提帮 我愿体财神 但几身托福 我独付应扩展 人中道远 神是我后顿 我还有何惧啤 众心几号纷纷 不如使命 坐向两肩正安慰神心 神赐我生命 力荡换报神的爱 把真心真爱 完全显得神 明白真理 就该为见证神而战 任何艰难险阻 绝不退缩 完成神的托付 此生不留遗憾 预备好我爱 迎接美好的明天 明白真理 就该为见证神而战 任何艰难险阻 绝不退缩 绝不退缩 完成神的托付 此生不留遗憾 预备好我爱 迎接美好的明天 明天 我爱你 明天 我爱你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